沙利多安片治癌症药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尤海生 西安教育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药剂科副主人药师 沙利多安最开始说明书上 它不是癌症用药 它是治疗麻风病的 后来呢 这个沙利多安经过进一步的研究 发现在肿瘤上也是非常有效的 它可以就是说 针对这个抑制血管新生啊 效果特别好 因为它有一个严重的不良反应 就是我们很早就听说反应庭事件 它实际上就是沙利多安的一个 严重的治疾的一个不良反应 正是因为用这个不良反应的 这个药理作用来治疗肿瘤 它就是抑制血管新生 所以说它在骨髓瘤 用用的比较多 所以就是说作为肿瘤药 它可以就是说超说明书用药的 另外呢它注意事项 主要是你想它这个不良反应 就是这个治疾作用比较严重 所以说对孕妇呀 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用药之前要检测 就怀孕的这个检测啊 再一个就是儿童要尽量避免使用啊 它主要是抑制血管新生的 可能会造成一些畸形等等啊 还有一些操作驾驶的 因为这个药呢 用了之后会引起偷云烟这些副作用 还要要注意使用 还要注意使用 好 就会来到达水平 所以我们下期视频